我国是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国家 在面对疫情时 国人不分种族和宗教的自愿且无私奉献时间帮助他人 让我国在对抗冠病的漫长战斗中越战越强 总理公署部长孟里奇博士出席佛教总会的卫塞庆典开幕理事表示 自我国独立以来 新加坡精神不仅有助于建国历程 也让我国过去两年能勇敢对抗疫情 配合来临开斋节 30项搓手业给回教理事会 这些捐赠品将分发给低收入马来货回教社群